减重要少吃淀粉,白色的记得避开 网友小绿看网络流传 减重是不吃淀粉才能顺利减重,这是真的吗? No, no, no,完全答错 医生说淀粉含有糖类,为人体重要营养来源 若都不是含淀粉食物,身体大脑将缺乏葡萄糖供应 算在减重初期,体内会分泌同体取代葡萄糖抑制食欲 不过长期下来,这样吃却可能引起酮酸中毒 甚至影响肾功能,反而有损健康 所以就算是享受享风了,还是需要摄取淀粉 但在选择上,可以挑糙米、地瓜、玉米等五股根筋类 甜品们人在味道的内容,你最重要是请 不要吃白色淀粉 避开白面包、白面条、白饭、白馒头等 因白色淀粉类食物容易使体重增加,比较不利减重 至于平时常吃的香蕉等水果,虽也是含淀粉食物 但含量有限,应该注意水果甜度 如果糖含量高,吃太多人会发福 建议每天水果量大约两份 如意跟香蕉一颗大芭蜡都算两份水果 一颗奇异果则算一份水果,一天吃两颗就好咯 生活中心特别报道